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深奥 圣经第一页就写道 人类与其他受造物有分别 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 没错 作为神的代表 人按照神对善恶的定义掌管世界 这个身份是圣经公益观的基石 在神面前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不论是谁 都有权利获得应有的尊严和公平对待 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该有多好啊 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实的世界并不是这样 圣经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展现了我们如何按照自己的标准定义善恶 不断的牺牲他人的利益 是的 这就是自我保护 一个人越是弱小就越容易被欺负 所以从圣经故事里可以看见 这种事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 也发生在家族和社会层面 甚至在所有的文明中都发生过 导致不公义的事 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 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在这片混乱的境况中 神拣选了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 去建立一个全新的家族 神特别要亚伯拉罕教导他的后代遵行正义和公义 遵守主的道 遵行正义 我真是很少用这个圣经词汇 我们能想到的是做个好人 到底什么才叫做个好人呢 在希伯来语中 正义是赛德卡 这种表达更具体 它是一种道德标准 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正确的关系 正义就是把人看作有神的形象来对待 给他们应得的尊严 这尊严是神所赋予的 在希伯来语中 公义是mishpat 它可以指报应性的公义 保比 如果我脱了东西 我就要承担后果 一点没错 但是大部分时候mishpat 指的是修复式的公义 意味着要向前一步 主动寻找被欺压的弱势群体 帮助他们 有人称这个为慈善事业 然而mishpat涵盖的意思更丰富 它意味着我们要站出来 支持弱势群体 改变社会结构 避免不公义的发生 这么说来 公义和正义指的是一种彻底的无私的生活方式 是的 圣经中这种观念随处可见 比如在真言里 按公义判断是什么意思 你要为不能自辩的人开口说话 被困苦和穷罚的人申冤 这些字眼对像耶利米这样的先知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解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者的手 不可虐待或以强暴对待寄居的孤儿和寡妇 又比如在诗篇里 怕被受欺压的人申冤 赐食物给饥饿的人 耶和华是被求得得自由 却是恶人的行动挫败 哇 神会让恶人行动挫败 在希伯来语里 恶人这个词是rashah 意思是有罪的或处在错误中的 它指的是无视他人有神的形象的尊严 错误的对待他人的人 这么看来 公义和正义对神来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是的 这正是亚伯拉罕家族 以色列民族要做的事 他们成了埃及地的独立 受到不公平的欺压 所以神对付埃及的邪恶 称埃及为rashah 认为他们犯了不公义的罪 神拯救了以色列 但旧约故事的悲剧性反讽是 这些蒙了救恩的人却逐渐像埃及人一样的欺压弱势群体 所以神差派先知去宣告以色列有罪 但是不止他们 到处都有不公义啊 是的 有人故意做不公义的事 其他人则把这种不公的社会结构看作理所当然 并从中获利 不幸的是历史告诉我们 当被欺压的人获得权利之后 他们往往就会成为欺压者 所以说无论是主动或被动 甚至是无益的 我们都参与在不公义之中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这就是圣经故事让人惊奇的信息 面对人类持续不断的不公义 神的回应就是赐给我们一份礼物 耶稣的生命 耶稣行事正直公义 却替有罪的人死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 神宣告他是义人 如今耶稣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有罪的人 这样他们也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 不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而是因耶稣为他们所成就的事 耶稣最早的门徒经历到这种从神而来的义 他不只是一个新的身份 更是改变他们生命 并推动他们以惊人的新方式去行动的一种能力 没错 如果神在人不配时 就宣告这个人是义人 那么唯一合理的回应 就是去为其他人寻求正直公义 这是一种颠覆的生活方式 它不总是那么简单轻松 而是要求人勇敢地把他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耶稣说的爱人如己 这个关乎一生的承诺 可以从古代先知弥迦的教导中得到激励 弥迦说 世人啊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 无非是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谦虚谨慎 与你的神同行 得知了ジ人来了 与你 与你